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比较大型一点的尺寸呢 我们要把它称作钢缆 那这里呢 对于钢索呢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元件呢 我们今天呢 会透过一个入门的方式呢 带大家来了解一下 钢索它的结构呢 是长怎样的 以及说 它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 那钢索呢 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做固定跟运用 以及说它会用在什么样的场合 那今天呢 就会透过几个方式呢 循序渐进的带大家来了解一下 入门认识钢索呢 是怎么被运用跟制造的 那这里我们要怎么认识它呢 我们继续看下去咯 首先呢 来看一下钢索的结构 那我们先看最终端 钢索呢 我们这里呢 是俗称一条的钢索 那我们这边呢 直接 我们来看的它 它是属于七星六谷的钢索 那这个七星六谷呢 核位七星核位六谷 那这边呢 我们先来看钢索的本体 我们先来看外部 外部总共有六个本体 那这个本体呢 每一个本体它代表的是一谷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 一二三四五六 总共有六谷 那其中呢 有一些钢索中间呢 它是有新的 那有新的话 那当然部分是没有新的 有新的话它有分 主要两种比较多 一种是麻新的 一种是钢新的 就是里面是麻绳 或是钢材的一些材质 那麻新的我们比较常看到的就是 电梯使用的钢纜 以及说钢新的话 我们可能运用在重型的一些起重机 那部分呢 我们运用在桥梁呢 它外部可能会在 批附一些材料 那可能要防腐蚀啊 或是其他的用途等等的 那这边我们看到的是 七星六谷 那我们从六谷的这个谷 来细分来看的话 谷就是这样一个本体 所以这个谷里面总共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个星 那这边是属于七星的一个谷 所以我们再来细分来看的话 我们这边就可以知道说 钢索原来是从一条心 然后呢 把它拧在一起之后 然后呢 它就变成一谷 那这个一谷呢 我们再经过多谷 再扭成这样的一条钢索 那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当我们的钢索的 它的谷数的越多的话 它能承载的力量也就越大 那这边呢 初步让大家了解一下钢索呢 它主要的结构是这样子的哦 再来呢 我们要了解一下钢索的固定方式 那钢索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条 缆绳 那这个缆绳 我们要怎么去做 前后端的固定呢 因为我们这样子呢 才能做其他的作业 这里呢 主要分成四大类 第一种呢 是缠绕的方式 缠绕的方式呢 我们可能从钢索的头尾端呢 把它松开来 然后另外呢 把它重新卷入我们本体 这个主锁的部分 那它变成一圈 那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圈的地方呢 做旗下的固定来做使用 那第二种呢 是打头的部分 那打头的部分呢 我们会看到比较细小的一些钢索呢 我们会运用这类的 它可能是打星头啊 或是其他的一个材料 我们就看我们的运用的场合 所以我们这个呢 我们最常看到这个打头的形状呢 第一种是圆球的 圆球状 以及圆柱状的 那这两种呢 最常运用在我们的 摩托车 或脚踏车的刹车线 或是其他的一些设备的刹车线 我们可能都会看到这类的一个制程 那再来呢 是压头型的 那压头型的话 我们可能会压一个环 或是一个加工件 或是说我们有一些特殊的设计呢 我们会把它压在一起 那这部分呢 你可能会用到油压的 或是其他的一个机具呢 来把这个地方成型 把这个头呢 跟我们的钢索的头尾端呢 紧紧的压在一起 那这也是一种固定方式 再来呢 第四种呢 是用锁固的 那锁固的话 我们就会用钢索夹 来去做固定 那这边呢 钢索夹固定的话呢 我们要了解一下 那钢索夹固定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一下 这部分呢 它有一些 限制的 我们在做 这个钢索夹固定的时候呢 主锁的部分呢 一定要是锁固帽的 这是正确的固定的方式 那这个 钢索夹跟钢索夹 之前我们在固定的话 是要钢索直径的6倍以上 那这边呢 就是有些安全规范 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这边呢 先让大家了解一下 钢索的固定方式咯 再来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 钢索的制造方法 那一开始呢 我们的素材呢 是属于盘源 所以它是跟螺丝呢 是类似的 所以前端的盘源制程呢 也是类似的 那这边如果有兴趣呢 可以到螺丝的制造认识篇 这边有另外详细的解说 那这边就不再说明 那我们经过升线之后呢 我们大致上把它分成两个制程 第一个是单股作业 那第二个是合股的作业 那单股作业 我们可能从盘源出线 升线完之后呢 直接做单股的一个制程 做完之后 可能是半成品或成品 我们直接出货 或者是说我们做完单股之后呢 还有下一个制程 再把它拧成合股 那这边呢 我们就要看我们的钢索 钢篮 它的一些设计跟 的需求呢 来做使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做的过程呢 一定是用机具呢 来去扭转成型的 那扭转的过程呢 有一些呢 会一边加热 一边给它施一些压力 以及说润滑剂等等的 甚至于说我们在制作完之后呢 要控制它的外径的尺寸 有一些滚轮等等的 来去控制它 那最终呢 可能会做一些破坏测试 或者是我们要量测尺寸 当我们看完 这个钢索被制造完之后呢 它就会做一个定型的动作 因为我们有层层的制程 把它定型完之后呢 它的强度呢 就非常的好 那这边呢 我们就看我们制造的方法 看我们是要是做单骨的 还是河骨 以及说其他 你可能要批附一些材料 等等的 我们再来做其他的应用咯 再来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 钢索它的运用场合 那这边呢 主要分成四大类 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那第一种呢 是我们最常看到的 像是脚踏车或机车 运用到的刹车 那其实我们把锁的刹车的部分呢 就是运用钢索这个结构 那一般我们最常看到的 我们刚前面有提到的 脊心脊骨 那它一般这种呢 比较细的呢 我们看到的可能都是 单骨的一个制程 就是一个半成品 然后再做压头的动作 形成一条刹车线 那刹车线的头尾端 它可能会穿一些螺丝 螺帽来做固定 甚至部分呢 它会把一些弹簧放在里面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我们在做 脚踏车或机车 我们在做刹车的动作之后 我们把把手放开之后 试试它会做回弹的动作 那这边呢 就是运用钢索跟弹簧 几个简单的原理 我们就可以做到这个刹车 那再来我们看到的是 比较重型的起重机 那这边刚有提到 那比较多骨 拧在一起之后呢 它中间可能是钢心的 那一般这种呢 我们会运用在起重机会比较多的 那部分呢 像是工地的一些 重型的起重机 我们也可能会用到这类的一个钢索 那这里就会提到钢索 运用的钢索夹 那钢索夹在固定的时候 刚刚有提到 螺帽固定端一定要在主锁端 那这边呢 是有一个安全规范的 以及说它固定的一个间距呢 必须要是钢索直径的6倍以上 那这边我们来了解一下钢索的直径 那钢索我们从断面来看呢 它是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会看到这里跟这里呢 会比较小 直径会比较小 所以我们在量测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一定要量钢索最大的这个地方 这里呢 才是钢索真实的直径 这边要注意一下 以及说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部分呢它是麻心的 麻心的话我们就用在哪里 就是电梯 如果有机会 我们可以看到电梯的话呢 我们不妨呢看一下它的结构 有一些电梯它是做透明式的 我们就可以看到 里面是有钢索在做运作的 以及说我们有时候呢 会看到桥梁 桥梁也是运用钢索的结构 只是说它外部 有可能会再批复一层 材质 增加它的耐用度以及强度 那这里呢 我们稍微了解一下 钢索其实它能承载的力量 是非常大的 那这里我们看到 以六股的钢索为例的话 这里我们画面上看到 我们如果是直径 60mm的话 它可以承受到 229噸 力量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 钢索呢 它是不容易损坏的一个元件 可是呢 要注意的是 钢索呢 它会疲劳破坏 你有可能 久了之后 钢索 它有可能会断裂 可能 从某一 某一骨或某一心 开始断裂 或是说 固定不好会脱落 以及说 固定的时候部分呢 因为摩擦而产生断裂 或是说 它的钢索 锈死断裂都有可能 所以虽然它不容易坏 但是呢 我们要时常去保养它 那这边呢 各位要去了解一下 跟注意咯 最后呢 来总结一下 钢索的入门认识篇 我们透过钢索了解到 原来钢索呢 它是可以分成 脊骨 或是脊鑫 所拧在一起的 所以呢 我们不同的使用场合 会有不同的钢索结构 像是单骨的呢 会是用在刹车线 像是脚踏车或机车的 那多骨的呢 以麻心为例的话 我们会常看到 运用在电梯 那以钢心为例的话 我们会常看到 用在重型的起重机的设备 那以及说外部有 批复 不同材料的呢 会比较常看到 用在桥梁类的 那当然这不一定 我们要透过说 我们的使用的场合 环境 条件 承载 等等的因素呢 来决定说 我们钢索的结构 要做成什么样的一个形式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知道的是 钢索它的断面的直径越大 承载力越大 它的 骨数越多 承载力也会越多 所以这边呢 我们可以理解到的是 钢索呢 除了这一块的结构以外 还有其他的固定的方式 那这边我们更深入的话 还有一些 更 细部的探讨 那今天呢 就是以入门 带大家来认识一下 这一部分 我们钢索的 一些结构 以及它的运用场合 那今天的教学呢 就到这边为止 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学吧 拜拜 观看 观看 观看